地貌德后书第四章 我在天主和那要审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稣前 指着祂的显现和祂的国恳求你 勿要宣讲真道 不论顺境逆境 总要坚持不变 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反驳 去斥责去劝勉 因为时候将到 那时人不接受健全的道理 反应耳朵发扬 顺从自己的情欲 为自己聚拢许多师傅 且掩耳不听真理 偏去听那无稽的传说 至于你 在一切事上勿要谨慎 忍受艰苦 做传扬福音者的工作 完成你的职务 因为我已被惦记 我离世的时期已经尽了 这场好仗 我已打完 这场赛跑 我已跑到终点 这信仰 我已保持了 从今以后 正义的冠冕 已为我预备下了 就是主 正义的审判者 到那一日 必要赏给我的 不但赏给我 而且也赏给一切 爱慕他显现的人 你要赶快到我这里来 德马斯 因爱现世 已离弃我 到德萨洛尼去了 克勒斯克去了加拉达 蒂多去了达尔马提亚 只有路加 同我在一起 你要带着马尔谷 同你一起来 因为他在植物上 为我是有用的 至于提西科 我派他到厄福所去了 我留在特罗阿卡尔坡 家中的那件外衣 你来时务必带上 还有那几卷书 尤其是那些羊皮卷 同将亚历山大 使我受了许多苦 主将照他所行的 报应他 这人你也要加以提防 因为他极力反抗 我们的道理 在我初次过堂时 没有人在我身旁 众人都离弃了我 愿天主不归罪于他们 但是主却在我左右 兼顾了我 使福音的宣讲 借着我而完成 使一切外邦人 都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中 被救了出来 主要救我 脱离各种凶恶的事 也要使我安全地 进入他天上的国 愿光荣归于他 于无穷是之事 阿们 请问候普利斯家 阿鬼拉 和敖乃西弗洛一家 厄拉斯托 仍留在格林多 特洛斐摩因患病 我将他留在米泪托 你要赶快在冬天以前来到 欧布罗 普登 里诺 克劳迪亚 和所有的弟兄 都问候你 愿主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恩宠与你们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